3 2 1 请启动 副市长谢震达化身为柯南和中和区自强国小的小小柯南们 一起启动绿能屋 象征新北STEAM大联盟成立 所谓STEAM教育就是包含了科学科技工程艺术 以及数学等五大领域的教育涵养 因应新克刚的实施 也与国际教育接轨 市政府实施了STEAM教育 总部就设在自强国小 采取廊道的设计 做手作教学等等各项领域的体验 就像是力学原理做仿生鸟 同学从木头的拼透仿生鸟做起 也邀请来宾一起来享受手作的乐趣 还有自力上升滑轮课程 就是告诉你简易的滑轮原理 就可以达到省力的秘诀 轻轻松松将自己移到最高处 课程是透过现场示范的解说 让学生在生活情境里 可以应用所学到的知识 把我们的生活科技 把我们的科学的知识 可以利用手作让学生去做一个展现 那希望他可以透过实作 去从中里面学到一些运算的思维 学到一些工程的思维 那学到一些科学的知识 现场自强国小同学也当起了导览员 解说动物的生态 他们也是STEAM教育小小培训种子 观察之中了解到蝴蝶的繁殖与生活形态 寓教娱乐享受了学习的乐趣 就是从中可以发现说 其实自然中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奥秘 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透过生态 然后来创造一些娱乐 然后从中可以除了可以玩 也可以从中了解到自然生态 西北市将在五年培育五百位 STEAM跨域专业教师 也将在假日举办STEAM亲子学院 邀请家长们和孩子 一起享受动所做的乐趣 提供带状的亲子体验课程 打造新北的教育生活圈 在假日的时候 我们会出办很多的亲子营 我们就是鼓励更多的孩子 跟家长一起来体验 我们要让他了解到现在的科技的发展 还有亲自的动手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跨领域学习 课程是透过现场的示范解说 学生就向来宾说明 生活情境中所学到的运用知识 这也是新课纲所要强调的跨语素养 也是STEAM教育所要推广的目的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新北昌报道